大家好,下面您看到的这一款是非常有特色的LV皮带手机 这款手机是采用的镀金的颜色,然后也是非常的奢米 键盘方面呢,也是相有一些小钻石,简直就是奢侈产品 背后是LV的logo 这款手机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可以和皮带连在一起 我们看一下学机,赠送的皮带,也是LV的 当然也是山寨货 手机可以和这个皮带头合在一起 我们看一下 两边有一个卡槽 然后可以把手机给合上去 应该是这一边 好的 这样子就成了一个皮带头 是非常的有一个精致的一个外形 然后我们把皮带给扣上去 这样子呢,就是一个皮带的造型了 LV皮带手机 这样的话可以别在腰间 是不是非常的独特呢 然后在屏幕的侧面还有一个小屏幕 这里是可以显示时间,还有电量,还有一些信息的 就是在你当成皮带的时候 就是在你当成皮带的时候 它也可以就是看一些手机的信息 非常的实用 然后手机的摄像头 也就是手机的背面 是放在了 安置在了皮带的 正,正左边 可以说也是 偷拍的利器 好具有烧商力的一款 下面我们把手机给拆下来 看一下里面的一些东西 把手机拆下来以后 是显得非常的小小 然而是也是十分的 具有LV的气质 虽然是山寨的 但是也是很有品位 我们看一下 屏幕有点小 然后屏幕上面是一个听筒 一个LV的logo 屏幕下方呢 是按键区 按键的话是比较小的 然后按键上面还镶了 还镶了一些小钻石 是非常的漂亮 机身左侧很简洁 下侧的话 只有一个数据接口 还有充电接口 这一杠呢 就是刚才的 呃 皮带头的一个卡槽了 机身右侧的话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一个小屏幕 然后这里呢 是一个 锁 是锁机键 按下来以后就是锁机键 顶端 只有一个耳机插孔 非常的实用 背面是一个大大的LV的logo 然后还有一个后置的摄像头 这一块面板也是三架的非常到位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东西 这款手机呢 还是支持双卡双带 TF卡扩充的 然后屏幕的分辨率的话是比较低 嗯 也不支持触控操作 它的按键的话分布的也有一些另类 方向键的话是这边的四颗按键 我们先解锁 解锁是这一个 然后按锦号键 清除 我们看一下菜单 菜单键是这一个 好的 看一下 菜单键 多媒体 娱乐和游戏 功能的话可以说是比较简洁的 基本的通话功能都有 然后还是比较实用的 机子的特色的话就是皮带手机了 可以跟皮带连在一起 非常的雷人 这种设计方式估计也只有三家机 才可以想得到 然后学机赠送了一个蓝牙耳机 然后还有一块电池 这一个也是皮带头 如果不想用手机这个皮带头的话 还可以换成这一个 好了这款手机就为您介绍到这 好了这款手机就为您介绍到这